野球讚新聞 燃燒你的野球魂 波羅斯單場狂攻十六隻安大擊垮對手 或是超出生涯的首支在界全雷打 上週棒談的發燒話題 就讓我們一起快速瀏覽 這一棒帶到了中外野的深處 來看到掉蝦往後退 沒有辦法接上這個球 而且彈跳的距離也超出他的想像 二臉上的跑者現在要極其的狂奔 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來看一下 打過滿冠道 這怎麼回事 大滿冠生涯第二隻的 Green Slay 8月19號中心兄弟踢館富邦漢將 黃山君率先在三局上半展開攻勢 陳文傑的二連安打幫助球隊 掀持得點 接著富邦的肩發投手舞姿 接連投出兩次保送之後退場 搬來的情況之下 徐季鴻從接替投球的陳瑋琳手中 紅唇兩罐砲 一口氣把筆出來拍到了5比0 范國城這一棒掃到了左半邊 球還在飛 陳文傑向後推上去了 范國城本軍第九空來了 這一棒被王偉城掃到了右外野方向 要付出代價的長大出現 二臉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一臉上的岳正華現在也要回來得分 合流著下富邦漢將開始追分 范國城的三分炮幫助球隊追到剩下一分差距 不過8局上中心兄弟在趁著對方投手不穩追加2分 最終單場出現12次保送的撲幫 就是以4比7屯下敗仗 這一球打得蠻扎實的直接越過了投手的位置 三臉上的跑者現在要往本來來衝刺有攻防的機會嗎 攻防先生 又是第一球進攻 又是一隻安打 而且這個位置 林鄭華回來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球會稍微騙嗎 這一棒掃到了右翻面位置 看一下在哪裡呢 上去了林一全勝亞第2088的拳雷島 8月23號樂天桃園和統一師交手的比賽 前四局雙方攻勢你來我往 獅子君一開局率先得分 而來訪的原隊則是在三局上半靠著四隻安打逆轉比數 不過林一全隨即在下個半局抗出一發兩分砲 幫助球隊再度超前對手 哇 這一棒打得非常的扎實 但是球自成撲下去的決定要掉分了 哇 這位跑到三壘 哇 這一分是絕對擋不下來的 哇 這一棒打出去 朱宇賢知道不用看了 三分球入袋 打到了二層看台 這是朱宇賢生涯第154發的拳打 五局上暴力圓打線再度開啟反攻 朱宇賢敲出本機個人的第十轟 讓球隊再度闖回禮仙 而七八兩局樂天也都持續有分出進仗 中場99比3 打神統一 8月20號衛城龍做客樂天桃園 衝突派出了仰頭先發 龍隊的布里和竹頭七局只被敲出兩隻安打 戰身了強大的壓制力 而狂龍打線也提供了火力支援 三到六局每局都有獲得分數 出棒 是一個滾地球 四 六 三 奧倒 要不要挑戰 要挑戰 還是要投票的結果啊 這一局啊 這棒的鞋有沒有 阿達利呢要追過去 落地這是一隻安打 那麼一樣的一個事實安打 帶一分的打點 都還是對 這個球出去落地 成為一隻安打 那剛剛這個稻蕾在得點圈就要回來得到分數了 但是這個時候換這個調度是想要壓制 但是張鎮宇敲安打再帶一分打點 從三局開始 衛權局局都有攻勢 再加上郭天信的三次精彩聯技手臂 紅打手接發位的龍隊 最終就以4比0萬豐原隊 而身上投手布里漢也拿下了單場MVP 安打來了 好 林茲薇在中華職棒的第一隻安打出現 2月29號 樂天桃園在自家主場迎戰彼師 也是旅美好手林茲薇加盟後的首場先發出賽 她鎮守有級大關 並有單場兩隻安打的表現 不過球隊仍然不敵火力小狼的徐子君 加油 我有這球帶出去還滿遠的喔 看著球可能留不住了喔 繼續飛棒跳起來 有接到嗎 沒有 這一棒打出去 落地 這是一隻安打 這球打出去 在中間方向 追不到 有時候把那一隻長打 再帶一分的打點 小飛球落地 這是一個幸運的安打 打得很高 還在飛喔 還在往後推 看著球 好軟 這隻球平飛安打出現 那這樣子壘包上是兩個人要回來得分 一舉上市隊就靠著對手失誤和國富林兩分炮取得三分離線 三局上猛獅打仙八威 包含陳聰宇的兩分蛋在內 單子關進五分奠定比賽勝機 雖然樂天一路追分 八局下班靠著串聯安打添加三分 可惜攻勢無法延續 單場一共敲出16隻安打的童醫師 就以10比6帶走勝利 8月24號 中信兄弟對決富邦漢將 上贏了一場精彩的偷手戰 豐山軍的先發童手艾里歐燃燒小手臂 用126球投完9局沒有失分 而富邦的城市棚主投7局被敲出6隻安打 同樣沒有讓對手攻下分數 兩隊就以0比0的僵局進入到了延長賽 最棒 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左外野方向 西上來了 江坤宇 又是一隻打機員投手的拳雷打 而且是一棒結束比賽 阿坤啊 時局下半副邦由曾俊悅登板投球 面對到守衛打者江坤宇 就被紅出左外野方向的再見 紅不讓 小可愛化身為小可怕一棒結束比賽 而他也獲選為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致力於您的富足人生 凱基證券